坊間又說配藍光眼鏡 看手機膜會舒服一點 你自己信不信呢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其實配了出來就沒有太大分別 這些東西是寧可信其他 為了自己健康著想 聽說是沒什麼實際的功用 還有它過濾的部分好像 聽說是OK的 但是去到實際臨床就功效不大 是做個研究才會弄出來的 可能也有用的 很多人都說用手機或者用電腦多的朋友 應該要配一副藍光眼鏡 就像我戴的這一副 就說可以濾走藍光 對眼看也沒那麼累 但是到底藍光眼鏡是否真的有這樣的功效呢 到底藍光是什麼呢 我們這次就請來了不同的專家去解釋一下 戴藍光眼鏡 不戴藍光眼鏡 戴藍光眼鏡 還是不戴藍光眼鏡呢 其實藍光是可見光裡面的一部份 大概它的波長是400至500的納米 藍光屬於短波長 高能量的光線 其實藍光和專家有些不同的 其實藍光是我們看到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將藍光 如果是無論是過濾了 無論是反射出去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看來看 可能也有少許影響 現在那些電子產品 是用LED這個技術 其實它釋放的藍光是比較多的 其實對於吸收藍光來看 這些研究 用動物的黃斑的細胞研究 它發現如果長期照射那些藍光的話 會傷害那些黃斑的細胞 就未說去做一個人類的研究 關於黃斑和藍光的關係 但如果用這個推斷的話 其實我們會想 會不會藍光影響黃斑細胞呢 所以有些鏡片供應商 就出了一些防藍光的鏡片 希望藍光不要吸收那麼多 影響黃斑細胞 第一個派系是反射走藍光的派系 第二個是吸收藍光的派系 日本就選擇了 就是一個廠 選擇了吸收那個派系 而德國那個就選擇了反射那個派系 兩個都有一些科學研究數據 在背後支援的 我們就選擇相信 這些有支援 背後有研究的 牌子去保護我們的眼睛 也有很多人去選擇這些牌子 大家看到我們畫面下面 這個就是藍光的示範 當藍光去到很強的時候 照出來就會傷害我們眼睛 我們透過藍光鏡片 當藍光穿過藍光鏡片的時候 同時你看到有一批藍光 是會反射走了的 透過反射走了 如果最強的那段藍光鏡片之後 我們就可以保護藍光鏡 這裡大概是20%左右的 藍光反射走狀 這是第一代的技術 你現在看到那盞燈 藍光光照到鏡面的時候 基本上它可能還有一點反射 但你看到它是基本上 就是吸收了94%左右的藍光 它的原理除了在物料上吸收之外 它還有一個技術 是可以將能量分散在鏡片的表面 然後散走了 所以這一代的藍光 你看到是明顯再阻隔得多一些 作為專業註冊眼科視光師的 尖鎮邦會長 和高登巴打視光師 都覺得市面上淚藍光鏡片有過濾藍光的功能 但他們亦認為過濾太多藍光 其實不是好事 如果濾得太多的話 會影響你的看顏色的分辨能力 所以我們就不建議過濾得太多 還有藍光其實對於人的生理時鐘是有幫助的 如果你過濾太多的話 可能會影響你自己的生理時鐘 大家配不配藍光眼鏡 應該諮詢專業視光師的意見 按照自己生活需要 要不要經常使用電子產品來決定 說到這裡 大家可能最關心的是 藍光眼鏡是否真的有它的必要呢 以下受訪的專業眼科醫生 就持有不同的意見 在眼科醫生的角度來說 其實沒有證據顯示 藍光對眼睛是有害的 所以我們眼科醫生 就不會鼓勵人去用一些 過濾藍光的類片去看手機螢幕 或者電腦螢幕 當然我們的日常生活很難不用手機電腦 但大家如果想眼睛健康地使用這些電子產品 不妨留意一下陳總恩醫生提供的護瓦笑提示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